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 更受到四季分明的点缀而变化多端 而展现出各个季节应时的美景 从新绿到枫叶 再到白雪挨挨 每个当下的美景只有那一瞬间才能预见 您要不要也出来走走 享受一下充满大自然恩赐的八番瓶之旅 Hachitapi呢 位于日本本州北端的八番瓶市 北国之春 从乡镇延伸到山谷 真正的春季到来就是樱花开花之时 在乡镇中的樱花开花时 正好是可以前往观赏八番瓶 那数公尺高的雪之回廊最佳的时期 八番瓶顿形火山线与树海线 与每年四月下旬开通 同时春天的观光季节便随即展开 八番瓶 横跨岩首 秋田 青森三线 是一个面积辽阔的国家公园 以海拔1613公尺的山顶为中心 延展出因为火山活动而产生的雄伟景观 在春天可见到残雪与新绿的交互称印 令人耳目一新 高度海拔2.38公尺 岩首山是岩首的最高峰 山路有西元1732年 火山爆发时流出的烧走熔岩流 整个延伸有四公里长 每年到了7月1日的开山时期 就有许多的登山游客前来 初夏时 烧走路线中断的樱塑花群生地 就是登山游客们探访此地的目的之一 樱塑花也被称为高山植物的女王 那楚楚可怜的粉红花朵 在煞风景的沙粒堆中随风洋溢 这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樱塑花大群落 还加上了从海拔2038公尺高的山顶 远望的大广角景观 在清晨时登上山顶 所看见的日出 实在是无价的美景 随着白雪溶解 八帆平则迎接花开的季节 此地的花旗仅仅从6月到9月短短的四个月之间 这些成长在寒冷环境的花儿们 静静地等待着各自开花的时期到来 然后尽全力开出美丽鲜艳的花朵 山上的植物种类约有一千多种 各式各样种类丰富的高山植物 开在游步道沿途 一面散步 一面欣赏这些绿意盎然 也是八帆平特有的魅力 除此之外 许多的漫步路线都有各自的特别景观 这些都是只有在八帆平才看得到的风景 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藤青温泉采云庄 位于海拔1400公尺之处 几乎快到八帆平的山顶了 是东北地方位于最高处的温泉旅馆 整座温泉包围在山里 充满着神隐温泉的风情 清晨的露天温泉 拥有特别氛围的美感 采云庄就如其名 傍晚的采翔 将天空点缀的每步伸收 诚心邀请您 一定要来探访 这位在云端上的温泉 夏季里 能令人神清气爽的景色 还是非常沉清流莫属 八帆平市 就是一个拥有清澈水流的都市 不动瀑布的高低落差 有15公尺 纳包围在清溢树木之中的美丽水帘 被选为日本瀑布百选之一 安比高原 是一处适合四季的休闲圣地 在这个可以享受 一年四季应食活动的地点 当然有夏天想前来探访的景点 也被选中为日本百选中 森林域之三的山毛菊二次林 所谓的二次林 是经过采拔之后 以大自然本身的力量 重新再生的森林 在大约八十年前时发芽的山毛菊们 形成了一座令人身心舒畅的森林 这里是夏季里可以感受清凉绿色森林域的场所 最先通知人们秋天到来的是八番坪与岩首山中间的三十山枫叶 从海拔一千四百六十六公尺高的山顶 可以把岩首山枫叶满布的美景尽收眼底 接着马上八番坪也染上鲜艳的色彩 以青森断松的绿叶当作底色 更凸显了八番坪的枫叶之美 因为赏风的景点有许多 各地像是在互相纪念一样 到处可见色彩鲜艳的秋天美景 这季节是群山风被点视的美轮美奂之时 匆匆赶来的冬天 这里拥有只属于北方国度才有的娱乐方式 冬季运动就是其中一项 在八番坪市里我们有独具特色的滑雪场 安比高原滑雪场在日本国内以数一数二的规模而自豪 全场有21档滑雪道 其中最长滑走距离的滑雪道长达5500公尺 是一座规模极为浩大的滑雪场 此外安比高原最出名的就是它所拥有品质极优的雪质 被称为阿斯批林粉雪的白雪所含水分很少 我们衷心欢迎您轻身前来享受一下这个独特的松松细雪 在寒冷的冬天里能让身体从体内得到温暖的就是温泉 在八番坪市涌出许多的天然温泉 搭乘具有怀旧情怀的复古巴士 摇晃着前往各个温泉 这次要带您参访的 是位在石河田八番坪国家公园中的松川温泉 位在山里的隐秘温泉 松川庄 是一处拥抱在大自然怀里的日式温泉旅馆 坐拥在雪景中的露天温泉充满情绪 能让您忘却一切 在泉水里享受一段轻松舒适的时光 这里的温泉是硫磺味浓厚 汤色白灼的硫磺温泉 由于泉水的出水量非常丰富 出泉也源流不绝 期待已久充满喜悦的春天 但一眨眼春天过去 绿意盎然的夏天来临 接着是一口气变得富丽堂皇的秋天 然后是整个被白雪包裹住的白色世界 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不同的美景呈现给您 就是沿山县八帆平的自然景观 这一些具有丰富鲜艳色彩的风景 无论何时都会温柔地张开双手 迎接您的倒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開双手